所發生的受刑人夾食事件 據我們現在初步了解下午10點多 有六位受刑人先到醫護室做看診 在看診中的另一位就衝到這件事 夾食的兩位管理員 到了借戶科 就是借戶區裡面的借戶科 借戶跟我禮服許多的 在裡面受到非常感大意 因為有這個情況 所以副典議長是賴振東 跟借戶科長王世昌 兩位就到裡面 借戶裡面跟他們談判 同時替代了兩位管理員出來 那兩位談判中的話 這六位受刑人就破壞了 在借戶科裡面的槍戒室 奪取了65K2的護槍 有四把長槍 還有90短槍六把 子彈有兩百多塊 那在這個過程中 典議長陳世智在進到裡面 就跟他們談判 同時替代護典議長出來 那一位受刑人就加持 跟他們談判的典議長跟 借戶科長兩位 到離開借戶 本來想中間的門 中間的門 來衝出來 還是高雄監獄 按照一般的訓練 所有管理人員就離開了中間的門 也就是說我們中間的門是需要三道的手續 才能夠出來的 所以一直他們不能從中門出來 所以在借戶科外面 有對空一槍 對空一槍 並且呢 加持了兩位 演藝長跟借戶科長 到側門 車道門 要求由側門 離開 目前呢 他們是要求 提供車輛 讓他們由側門離開 那高雄監獄呢 已經 抱轄區的問題 現在由高雄市警察局 陳局長的前程 前程作證指揮 來跟 配合這個 小政署的靜安消除 目前已經有 這個15位到場 來做聯合的處理 在現場的指揮官 我們是先請 交給高雄市警察局長 他們的這個指揮 來處理